郑成功一直被海峡两岸视为民族英雄,但类似的情况在日本人那边也有,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日本人给了郑成功这样高的评价呢? 郑成功丰富的人生经验,给了后人一很大的想象空间,与可塑性日本人,之所以是郑成功为自己的民族英雄,主要是因为台湾问题,当然还包括近代日本,自己一度很流行的大东亚帝国主义倾向,郑成功复杂多变的人生经历,都与两者有密不可分的联系。 一切要从郑成功的父亲郑之龙说起,这位早年是沿海海商集团成员的成功者,在日本结婚生子,郑成功的母亲就是个日本人,甚至还有一个居住在日本的武士弟弟。 这样从血缘上来说,郑成功就能和日本搭上关系,郑氏集团的势力范围一直到五岁为止,郑成功都随母亲居住在日本,后来才被事业有所喜色的郑之龙接到了福建,所以,他本人至少还是会说一点日语的。 其次,郑成功一生最容易被人熟知和铭记的事迹,就是前期抗清,后期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手里夺取台湾。 虽然这些战争的过程都一波三折,且郑成功时候,还一直要交好荷兰和英国人,让他们帮助自己的集团发展经济。 但对于东亚各地区来说,这一不可多得的大型圣祭,也是近代西方文明浪潮冲击下的最好精神慰藉品。 荷兰人笔下的郑成功部队日本自明治为新贤后开始,就一直有着逐步加强的大东亚主义情节。 这个思维要求日本以东亚黄皮肤人种的救星自居,继承过去大陆上帝国的文明正统。 一旦日本将来国力昌盛,势必会进行大东亚版的驱逐大陆。 郑成功在17世纪中期的抗清战争,很容易让日本人联想起甲午战争。 郑成功对荷兰的战争,恰恰符合了日本人希望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进行的文化圣战的标准。 这两个因素都让拥有日本血统的郑成功,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日本人大力宣传的对象。 荷兰人笔下与郑氏部队的交战最后,日本在甲午战争后,从清朝手里夺取了台湾的控制权。 郑成功的文化宣传作用,再次得到了提升。 郑成功对日本而言就是当年大东亚帝国野心的体现郑成功,在台湾当地的文化影响力, 让其在死后那么多年,还成为日本人的宣传吉祥物。 在占领台湾后,日本人更加不遗余力地对郑成功进行包装,打造了一个符合他们自身需求的民族英雄。 宣传郑成功自然也就有助于日本殖民当局,暗赴台湾民心,宣扬自身统治的合法性。 以上这些,就是日本人会对郑成功赞誉有加的原因。